我反倒還發現了更多更多的端倪 其實早就已經重傷罗智政的選擇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罗智政在選前的時候的夜間車掃 這個車掃超級無敵的冷靜耶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通常我們在車掃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旁邊有人 都會站出來來跟 很熱情的跟這個候選人來打交呼 結果你發現 罗智政在夜間的車掃的時候 一片是冷清清空蕩蕩的耶 纏鬥到最後一刻 罗智政在新北立委三連霸夢碎 而且夜人之上演了大逆傳 我覺得昨天你知道嗎 這個選區喔 變成了全國矚目的焦點 最後是夜人之用2293票 險勝罗智政收復了在板橋東區的 這一塊藍營的師徒 我現在要來講一下 罗智政他有兩個部分 很重傷他的選情 第一個就是謎片的部分 尤其謎片 他一開始跟大家說這是身位 這是境外的戒選 可是到最後你說境外戒選 調查局的身位鑑定結果出來了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給大家看呢 再來第二個就是錄音門 這個錄音門的狀況包含了 你是不是有私下切入跟蔡英文的陰檔 你是不是有私下切入跟蘇貞昌的陰檔 這兩個陰檔爆出來之後 第一個蔡英文的陰檔 羅智政跟大家說這個叫做境外戒選 很神奇的第二個蘇貞昌的陰檔爆出來之後 羅智政不敢講話了 因為我相信有耳朵的人絕對都聽得出來 那裡頭的聲音太難去身位了 那就是很明顯的蔡英文跟蘇貞昌的聲音 而且聲音都太有辨識度了 那你說你要身位陰檔 你身位一個41分的陰檔幹嘛 你身位一個13分半的陰檔幹嘛 我用30秒的身位陰檔 我就可以重敬你的選情 我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 去身為那個陰檔呢 所以如果以彌騙 還有以陰檔這兩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個人覺得陰檔的這個部分 是更加重傷羅智政的選情的 因為包含了蔡英文都在裡面 包含了蘇貞昌都在裡面 那一定有很多可能挺小硬的選民會覺得 你這個立委怎麼會私下去 錄跟總統的對話陰檔 而且還流出來 你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 我覺得可能是陰系選民會對羅智政失望 然後再來因為羅智政的爭議太多了 他有一段時間沒有辦法 沒出來面對媒體 所以我也要來還原一下 就是在選前一天1月12號的時候 當時馬德本人出去來正面對決羅智政 那我覺得我們先來看一下 羅智政怎麼樣在這一個事件之中 來回應爭議 能不能夠幫我們回應一下最近的事件 那聽你說一下 因為那個身衛影片的確定結果出了嗎 沒有沒有 檢調已經併案調查 就有檢調去處理好不好 那因為他們就需要被害人 同意才能夠 沒有我不是被害人啊 因為影片當中不是我 我怎麼是被害人 是用那個影片當事人 好不好 那所以他那個結果有寄給您的嗎 還是還沒有 沒有沒有 那另一方面就是 就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車嫂好不好 那蘇貞他們的那個英黨 也是境外戒選嗎 謝謝 那委員會不會覺得境外戒選 檢調已經併案調查了 我了解 檢案已經立案併案調查 就尊重檢調調查 OK 所以委員中有私下 均勿跟蔡英文 換出位上的對話就對了 那些都沒有錄 那會不會擔心 總統以後跟您講話 會提心吊膽的呢 然後藍營說 這可能是福安破口 委員自己怎麼看 謝謝 你們都開拖 謝謝 有了有了 那委員您覺得這一些會外流是 是雲端被害嗎 還是有什麼原因呢 好 大家所看到的就是 在1月12號選舉前一天 那馬德到羅志正車嫂的現場 來跟他直球對決 其實在 你就可以看到 我在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都背對著媒體 他其實不太敢看這一些麥克風 因為他知道 遇到我可能就沒有好事發生 呵呵呵 通常我會出現就是 那個爭議已經累積太久了 我才會到現場來問一下下 呵呵 那這個情況 那羅志正就是把這個謎片 把這個音檔都推給一切 現在都交由檢調在調查之中 然後其他的事情就把它推給了 都在車嫂 那我也還原一下當天的現場狀況 其實在 在羅志正的這一場車嫂 是第二場的車嫂 那第一 他是跟賴清德一起車嫂的 那第一場是賴清德跟吳其民的車嫂 所以 因為在第一場的時候賴清德有給聯訪 所以說真的很多的媒體 大家要問的人叫做賴清德 所以很多的媒體 都是在第一場賴清德跟吳其民的 那個採訪之中都已經架好機器了 然後我們就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得到羅志正的回應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佈局的時候 我們就很明顯的知道 我要去第二場羅志正的這一場 我要去問他問題 請你把這一些影片 請你把這一些錄音檔 把它給講清楚 好 那在要去羅志正這一場的前一天 我就有先用訊息來問一下 委員明天會不會方便受訪呢 那 羅志正回我兩個字 不便 那我就回他 好那沒關係 委員辛苦了 謝謝 然後羅志正回我一聲抱歉 那當然 大家看到了委員說不受訪 你就覺得他真的不受訪嗎 不可能嗎 我們還是一樣會到現場的 我當時的想法會覺得說 一定很多人都 把機器放在第一場 有賴清德的聯訪 應該是不會有別家的媒體 跟我一起到羅志正的這一場 來等羅志正 後來我人到了現場之後 我才發現 唉唷 還真的不只我這一家 所以影片上面你看到的包含了聯合 包含三立 明氏 東森 其實都有派機器 來到羅志正的車嫂這邊 所以這也意味著什麼 包含了綠媒 都想知道真相 所以都把攝影擺到了這一邊 但是他們只有攝影來就沒有文字記者 所以在場的文字記者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問問題都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問問題而已 然後我們攝影到了現場之後就把機器架好 那機器架好你知道那些攝影大哥大概都認識我 大概都知道我今天又想要問什麼問題了 所以我一開始沒有看到羅志正來 是攝影大哥一個一個告訴我說 欸 羅志正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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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啊哪裡 為什麼我都沒有看到羅志正 後來我轉頭才發現 唉唷原來羅志正離我們大概30公尺遠 然後因為攝影機是正面的面對他 然後他面對鏡頭的時候就是背對著 他是背對著媒體的 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 為什麼媒體今天會在那邊架機 然後那些攝影看到羅志正來就說 欸 羅志正來了 然後就說好 那不然我們現在就過去問他 然後呢我就幫大家拿麥克風 那個攝影機器拿一拿 我們一窩瘋的人就衝過去 然後我一開始就先問他說 欸 委員你會方便受訪嗎 那他就有點尷尬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臉 其實沒有那麼有自信喔 然後呢 一樣就是一直背對著大家喔 都不敢講其他的話 然後就說推給車嫂 然後推給檢調來調查 那最後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這一整個訪問的片段 大概是一分鐘 可是呢 你要說這一分鐘 要重擊到了羅志正的選情嗎 我倒覺得選前一天 其實板橋東區的選民 應該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反倒還發現了 更多更多的端倪 其實早就已經重傷 羅志正的選情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羅志正在選前的時候的夜間車嫂 要參加一件事 再整個人 不是 這些住民 你看看 真的是 摁 可以 你反過來 能講 你 你 旅遊遊戲正在代牌 今晚有些要被帶到喔 代牌被打扣 代牌一位 請用三票 請用三票 將要在第一期 那幾個都市正 也就在幾個都市正 旅遊 旅遊遊戲正 代牌一票 好 大家有看到 這個車掃超級無敵的冷靜耶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你看 通常我們在車掃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旁邊有人 都會站出來 來跟很熱情的 跟這個候選人來打交呼 結果你發現 羅志正在夜間的車掃的時候 一片是冷清清空蕩蕩的耶 好 我先來問一下 大家覺得羅志正的出路是什麼 他的下一步是什麼 歡迎大家在聊天室 先留言一下 我等一下來回應一下 來看一下大家怎麼樣 看待羅志正的下一步 歡迎大家在留言列 先幫我寫一下下 我給大家一個時間軸 這個是羅志正 1月9號晚上 在福州地區的車掃 1月9號 然後在1月2號的時候 羅志正他的影片 迷片爆出來 1月7號的時候 總統的錄音外流 所以在1月9號這一天的車掃 前面已經有碰到了影片外流 以及音檔外流的這兩個情況 結果呢就導致了這個車掃的這個狀況出來 然後1月10號蘇貞昌的音檔外流 也就是說在這場車掃過後 蘇貞昌的音檔外流 1月11號羅志正搬出了太太牌 去哽咽說這一切都是被抹黑的 所以很顯然已經看起來了 是已經就選民的意向好像已經很明顯了 我覺得真的啦 在迷片還有錄音檔這兩個之間 確實是重傷了羅志正的選情 然後你也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中共借選這件事情 你不能夠永遠把它來搬出來當神主牌 因為你這個久了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 誰在乎在乎 扯一個理由 你就什麼東西都扯中共借選 所以大家才會說 趙天玲太笨了 先前流出來的那些照片 他應該也要扯這個叫中共借選 那個叫身位 可惜趙天玲就是太誠實了 還退選了 斷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倒是羅志正選到底 雖然最後也是沒有選上 但我覺得他就算選上的話 我覺得黨內的人應該對他 都抱著一點異樣的眼光來看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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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